第261集 挂断电话后,明树浮在方向盘上,渐渐抓到了关键。 海庆寺里的僧人,暂时将早就出家的吴承一、刘岁、唐远放在一边, 只看后来才入司的殷晓峰、常庆英、楚江、王鲁、楚姓、方平旭。 殷晓峰与方平旭心理扭曲,具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常庆英在职场使阴昭,间接导致同事死亡。 楚江带头侵搏寡妇,间接导致寡妇自杀。 王鲁游手好闲,不知孝敬父母,气死了父亲。 至于楚姓,死人来到海庆寺很可能是个意外。 除了楚姓,以上五人的特点都能在某海员身上找到影子。 比较牵强的是王鲁,但某海员的亲生父母到底是怎么死的,现在还是个未知数。 他们若是因为某海员而死,那这一点就并不牵强。 某海员失踪,是为了将这些与他有共同罪孽的人聚集在一起, 然后一个一个抹除,这是什么? 是否是另一种方式的赎罪? 秦英是在齐悦山被秦雄推下悬崖,然后又被魁臣给救了。 明树回到冬夜市,本想将自己一路索想告诉萧玉安, 却从萧玉安处得知这一条重要线索。 胡承衣现在正在我们的保护之下,暂时不会离开冬夜市。 你如果有别的问题,还可以继续问他。 萧玉安说话的同时,丢给明树一条毛巾。 我已经给胡承衣看过秦可收藏的照片, 胡承衣确定他21年前在海经寺所建的正式照片里的少年。 明树接过毛巾,在刚洗过的脸上一通擦,然后搭在肩膀上。 21年前? 小雪,21年前在海经寺修行的,不止胡承衣, 所以我后来又问过刘穗,唐远。 刘穗记不得了,但唐远还记得。 明树靠在洗手池边,被弄湿的鹅发往下滴着水。 秦英直到离开海经寺还是黑湖,他可能去哪里? 假设,伤害5-8里四人的是秦英,秦英回来复仇,那他就是酝酿了20年。 20年前秦英17岁左右,现在已经37岁,这个时间线拉得过于长。 这20年,他是以什么方式将自己掩藏起来的?他为什么要等这么久? 37岁? 我想到了一个人。 嗯? 成江湖的老板。 你只是认为,成江湖老板的年龄与秦英对得上? 不止。 成江湖走红得太快,开业才两个月,就已经将虾宝宝逼得几乎没有生意可做。 这太不可思议了。 查沙春的案子时,我亲自去过虾宝宝。 当时成江湖还很不起眼,虾宝宝才是龙城路上最火爆的店铺。 这一点我一直很在意。 但是第一,初期排查的时候,成江湖就被我们调查过,没有查出什么异常。 第二,我想不出成江湖有什么动机,所以没有深挖这条线。 你现在找到成江湖的动机了? 这不明白着吗? 秦英当年被秦兄推下悬崖,大难不死,现在回来向秦兄一家复仇啊。 肖宇安将民宿肩上的毛巾取下来,叠成方块,放在民宿头顶。 成江湖走红的速度,确实比较可疑。 即便有秋名的推荐视频作为加持,也太快了。 其中,也许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猫腻。 但如果成江湖的老板是秦英,他的最终目的是杀掉秦兄全家以复仇。 那他非但不隐藏自己,反倒在这之前就将自己暴露出来,原因是什么? 明树专心想案子,没有注意到头上顶了块毛巾。 成江湖出现的时机,出现之后的影响,都让人无法不在意。 在秦兄一家出事之前,网上就开始议论,成江湖取代瞎宝宝。 命案发生之后,成江湖更是被推到了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 不仅其生意因为不吉利受到影响,附近的居民闲来无视,更是胡乱猜测,秦兄一家的死,是不是与同街竞争有关。 秦英想要复仇,在瞎宝宝旁边开一家店,还开得如此高调,完全是多此一举。 但,这只是局外人的想法。 不对,是我们没能完全理解一个复仇者的心理。 我还有个想法。 说说看。 以秦英对秦兄的恨,他也许不满足于仅仅杀死秦兄一家,他还想摧毁秦兄。 瞎宝宝是秦兄引以为傲的事业。 当年在秦家二老相继去世之后,秦兄正式用二老的积蓄开了一家餐饮店。 这家餐饮店就是瞎宝宝的前身。 秦英埋伏了二十年,该调查清楚的事,必然已经调查清楚。 他对秦兄发迹的了解,比我们只夺不少。 在他眼里,瞎宝宝是吸他的血,吸他父母的血成长。 所以在要秦兄一家的命之前,他还要毁掉瞎宝宝。 一口气说完,民数看着肖渊安的眼睛问道。 有漏洞吗? 猜到你会怀疑成江湖。 成江湖也的确是个要么排除,要么锁定的点。 在你回来之前,我已经派方远航过去了。 民数言尾扬起,又迅速冷静,将自己理出的齐悦山上的线索,一条一条分析给肖渊安听。 赎罪? 这个思路很新有。 一个有罪之人想要赎罪,首先应该明白自己错在哪里,曾经犯下的罪是什么,然后做善事。 或者补偿受害人。 到了某海渊这里,就是从自己的双胞胎兄弟处取得一个僧人身份,再将那些与他犯过相同错误的失德者聚集在一起,挨个抹杀。 我认为分析一个心理扭曲的嫌疑人,执着于常规逻辑用处不大。 以前弯路已经走得够多了,不如换一种思维。 对某海渊来说,抹除楚江等人,也许是另一种形式的为善。 他最该惩罚的是他自己,但是很少有人能对自己下手,于是他将刀指向了那些向他的人。 楚江这三人所谓的云游,全是出自奎尘之口,没有任何人亲耳听到他们说要云游,也没有任何人亲眼看到他们离开海浸寺。 而对守权镇的排查进行到现在,没有人说见过他们。 我判断,当奎尘说出他们下山云游时,他们就已经遇害了。 以奎尘的年龄,杀人不算难事,但处理尸体就比较困难,藏尸地不会太远,因为他们上次去海经寺搜查,是不是只搜查了寺内? 是,明树点头,毛巾忽然从头上掉了下来,萧原倾向,明树拿着毛巾。 操,你整我? 欢迎收听《常配文学授权》,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行真纯爱小说剧《心狂》,作者初和,由周末、佩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262集 明树拿着毛巾 操,你整我? 不要对上级马脏话,工作期间请专注。 是谁先不专注? 明树将散开的毛巾对叠,做事往萧原头顶放。 我也要放。 萧原目光微变,静静地看着明树,明树就不动了。 过了两秒,明树将毛巾收回去。 不放就不放,我回家再整你。 刚才说到哪里了? 明树想了想,忽然道,当年秦雄将秦英推下去的悬崖在哪? 就算是游客也不会往悬崖上走,悬崖底下更是安全。 亏尘会不会效仿秦雄? 明队,你有点乱了。 明树一下子反应过来。 现在的亏尘,已经不是当初救秦英的亏尘,何来效仿? 按照你刚才提出的想法,某海渊将自己的错误逐挑在别人的身上清算,这可以算作一种仪式性。 作案具有仪式性的凶手,在藏尸上通常也具有仪式性。 楚江这三个人如果已死,他们的尸体不外乎藏在两个地方。 一是他们犯错的地方,一是齐悦山。 如果是前者,那么某海渊应该是将他们引到各自家乡在下手。 这种可能性不是很高,因为一来一去需要时间。 在今年闭关之前,亏尘并没有长时间离开海经寺。 那最有可能藏尸的地方就在海经寺附近了,我马上去安排搜查。 龙城路三段,城江湖。 如果是合理的要求,我当然会配合。 男人面带微笑,但这微笑却非常冷。 不过我发现,你们好像将我当作嫌疑人了,这让我怎么配合? 方远航促眉看着男人。 男人正是城江湖的老板,城修明。 看上去三十出头,身份证上的年龄却是三十六岁。 他并非黑胡,老家在隔壁寒省的燕城, 今年才来到冬夜市。 城修明的背景看似很干净, 外勤队员已经去燕城调查, 得知城修明以前就经营江湖菜馆, 因为手艺好,为人实在,生意意志不错。 但今年上半年, 城修明忽然将开得好好的馆子交给徒弟韩超负责, 只身来到冬夜市, 没多久就开启了城江湖。 你们查城哥,至于吗? 我城哥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韩超为警察跨省调查他的师父, 感到极为不满。 你们去打听打听, 这条街上谁不说我城哥好啊? 城修明在燕城的江湖菜馆, 开在一条叫做荣华街的地方。 在这条街上, 城修明算是个名人, 哪家哪户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找到他, 只要他有办法都会帮忙, 有时实在帮不了, 也会给一些合理的建议。 如韩超所说, 认识城修明的人, 没有人说他不好。 但让警方不得不注意的是, 城修明截然一身, 没有家人, 除了韩超这个徒弟, 似乎也没有朋友。 无亲无友, 独自生活, 有忙就帮, 不计得失, 这是绝对的大善人。 可重案组的警警, 个个见多了诡异扭曲的杀人犯, 越是这样的善人, 越难以逃出他们的视线。 善与恶相辅相成,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恶, 无人能够幸免, 若是一分恶都没有, 那善便是虚假的。 许多案例中, 凶残至极的杀人魔, 将自己标榜为至高至名的大善人。 在作案之外, 他们也确实扮着善人的角色, 所以当一些凶手终于被绳之以法, 熟悉他们的人, 往往会感到诧异, 这怎么可能? 如果不是诚哥救了我, 我早就没命活了。 韩超说, 他是被人贩子卖到厌城的, 一直没能解决户口和身份证的问题, 也找不到父母。 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 在这个社会上就找不到像样的工作。 遇到承修明之前, 他一直在城市的归暗地带勉强度日, 好事歹事都干过不少, 还险些被骗去贩毒。 是承修明将他从歧途中拉了回来, 给了他一份工作, 协助他解决了十几年都没有解决的身份问题。 我以前也是个黑户。 承修明如此说, 是承叔为我上了户口。 承哥和我一样, 也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父母是谁, 他本来应该不姓承, 承老婆收留了他, 他就跟承老婆姓了。 韩超对承修明似乎非常了解, 急于让警察相信承修明是好人, 一口气将承修明的过去全部倒了出来。 承修明的手艺传承自王顾的陈书才。 陈书才起而早逝, 从对手的餐馆里发现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陈修明, 立即报警, 将人救了下来。 陈修明当时还不到二十岁, 是个黑户, 没有亲人, 四处受欺辱。 承修才可怜他, 到处托人找关系, 终于给他办了户口和身份证, 将他受为徒弟, 先是让他在自己的餐馆里帮忙, 后来渐渐将手艺倾囊相守。 十几年前, 承叔才救了承修明, 十几年后, 承修明又以同样的方式救了韩超。 外勤队员问, 你知不知道承修明为什么要突然离开燕城, 去冬夜市做生宴? 冬夜市比燕城大呀, 承哥手艺这么好, 只待在燕城不是取材了吗? 承江湖在你们冬夜那么火爆, 说明承哥去对了。 同样是大城市, 为什么选择冬夜市而不是落城? 落城是你们的省会城市。 这个, 嗨, 承哥乐意去哪里开, 就是哪里开啊? 韩超的解释漏洞百出, 而承修明取得合法身份之前, 其经历其实是一片空白, 唯一一个也许了解他过去的承叔才, 现在已经不在人世。 他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失踪的情英? 如果是, 秦雄和黄慧为什么一直没有将人认出来? 人的容貌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生变化, 秦英失踪时才16岁, 现在已经37岁, 从男孩到男人, 外形必然发生改变, 但脸上真的会一丝一毫过去的痕迹都没有了吗? 除非整容。 方远航脑中飞快思考, 而站在他对面的承修明 已经避开视线, 看上去是准备做晚上营业前的准备了。 秦英! 方远航忽然喊了一声, 承修明闻言回头, 这虽然算一个反应, 却只是非常普通的反应。 方远航没能在承修明的眉眼间看到不同寻常。 秦英是谁? 我还有几个问题, 想在你这里找到答案。 方远航拉开一张靠椅, 自顾自地坐下, 然后抬眼逼试着承修明。 欢迎收听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行真纯爱小说剧《心狂》。 作者初和, 由周末、佩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263集, 中案组里若要挑一个吵闹派掌门, 那就非他方远航莫属。 但今年夏天明术回来之后, 他有意识地跟着明术学, 举手投足渐渐有了几分明术的味道。 承修明原地站了会儿, 打量着这年轻的刑警, 片刻后, 尽似无奈地笑了笑。 看来如果我不回答, 今晚就开不了章了, 是吧? 职责在身, 还请理解。 你问吧。 你是二十岁时进入成家生活, 那之前呢? 时慌, 给人打零工, 如果你硬要问谁能够为我证明, 我只能告诉你, 没有。 你知道海靖寺吗? 以前不知道, 但现在知道了, 那出了刑事案件。 方远航始终盯着成修明的眼睛, 发现这人的神情没有任何破绽。 成江湖突然火爆, 是秋山网民主动找到你, 还是你联系到他? 方远航故意将无关紧要的问题, 插在重要问题之间。 在成江湖火起来之后, 你和秋山网民还有联系吗? 我没有主动炒作, 但既然有大V看中了我的店, 我当然求之不得。 你想到成江湖会红得这么快吗? 我敢开在龙城路三段最火的餐馆旁, 就是有信心与他分一杯羹。 所以你散放雁城的店, 来到冬夜市, 就这冲着瞎宝宝而来。 温言, 成修明很轻地挑了下眉, 一直放在桌炎的手, 不明显地僵了下。 这是从两人打交道到现在, 成修明唯一一个显示情绪波动的反应。 你也知道, 我的同事现在在雁城。 方远航趁热打铁。 对于你突然离开雁城一事, 你徒弟寒超也说不清楚。 因为在你们心里, 我无缘无故来到冬夜, 抢走了秦雄的生意, 所以我就成了一个有嫌疑的人。 证据呢? 人可以随便怀疑, 但抓人就得讲证据了。 重案组手上并没有成修明是凶手的证据, 就连怀疑都不是像前妻怀疑情绪那样怀疑。 五杠八里有一组陌生足迹, 由足迹进行建模, 能够推断出留下足迹者的大致身高和体重, 还有走路习惯。 但足迹的关键性远不如指纹。 成修明的身高在建模划定的范围内。 方远航思索着下一步, 呼见成修明摊开双手。 看来我的任性让我摊上了麻烦。 什么任性? 方远航警惕起来。 事先说明, 我与秦雄的死无关, 我与他也没有任何仇怨。 你刚才叫了我一声秦英, 是以为我是这个人? 秦英、秦雄? 有意思。 不过我不是秦英, 不是你们正在寻找的杀人犯。 方远航心跳渐渐加速, 知道成修明接下去要说的话将非常重要。 同一时刻, 远在燕城的外勤队员, 终于在持续走访中了解到一条 与秦雄关系紧密的线索。 成修明与韩超的餐馆在今年上半年曾经接待过一名叫屈永飞的客人, 而这名客人目前就住在燕城下面的米水县。 屈永飞? 民宿带着耳机边走边说, 那不就是新阳厨房的老板吗? 在成江湖开张之前, 虾宝宝的邻居一直是新阳厨房。 在此前的摸牌中, 警方已经明确, 新阳厨房的生意远不如虾宝宝。 屈永飞的儿子屈新阳身患重病, 急需医药费, 为了筹钱而推出新菜品。 但不久, 虾宝宝模仿了新阳厨房的创意。 屈永飞曾经请求秦雄让给自己一些客员, 至于做法, 其实并不妥当, 但屈永飞当时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秦雄非但没有帮屈永飞一把, 还将屈永飞一同羞辱, 不久, 屈新阳去世。 我们已经找到屈永飞, 他的反应很奇怪。 外形队员会报道, 他的家中不仅给屈新阳供了四个神龛, 还有诅咒用的字符小人。 这就是搞风景迷信了。 另外一遍, 程萧民继续说着, 屈新阳患病死亡都与秦雄无关, 秦雄不接受屈永飞的请求也无可厚非, 毕竟大家都是生意人, 强者没有照顾弱者的义务, 但秦雄的傲慢毁掉了一个人。 你是指屈永飞? 程修民起身, 环视着店里的遗切。 多年前, 屈永飞跟随我的恩人, 也就是程淑才, 学习过一段时间的厨艺, 那时的屈永飞抽出满志, 和今年竟由燕城去迷水县的屈永飞完全不同。 唯一的儿子病逝之后, 他的妻子也离他而去, 现在他的心里已经出现问题。 你想为屈永飞复仇? 看你怎么理解复仇这两个字。 我说了, 我没有杀人, 将来也不会杀人。 秦雄自是厨艺高超, 瞧不起所有不如他的人。 我在他家门口开业, 抢走了他的生意, 散不散复仇? 那你没必要。 话还没说完, 方远航就打住了。 没必要? 什么是没必要呢? 在无关者看来, 事事皆是没必要。 可有关者来说, 既然做了, 那怎么会没必要呢? 果然, 程修民摇头。 你们警察, 有你们警察的原则, 我也有我的行事原则。 我将电开在这里, 以我的手段, 去为一个被毁掉的人复仇, 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法律法规。 即便邱山网民没有推荐过我, 我也能够让秦雄尝尝苦头。 不过, 人死为大, 假如知道他前家会遇上这种事, 我应该就不会来冬夜了。 授权阵, 齐悦山。 明术一边只会搜查, 一边听方允航的电话。 程修民将他自己的行为解释得很清楚, 但我还是有些怀疑。 这人二十岁以前的经历,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核实。 师傅, 需要将他带回局里吗? 不用, 紧盯着他, 不要让他离开我们的视线就行。 这天夜里, 众案组发现了一个位置极为隐蔽的山洞。 山洞里, 藏着三具腐烂程度不同的尸体。 欢迎收听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行真纯爱小说剧《心狂》, 作者初和, 由周末、佩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二百六十四集 三具尸体并未被掩埋, 而是以面朝地的姿势并列放在地上。 从方向来看, 他们的头颅统一朝西, 而脚朝东, 其身上的衣物几乎看不出本来的色调, 但从款式上能够辨认出, 正是海浸寺的僧人府。 这就是楚江那三人? 方远航戴着口罩, 声音很嗡。 卧槽, 怎么辣花了? 老子最怕这种尸体啊。 从卓庄和腐烂呈现的时间线来看, 大概率就是他们, 不过还是得懂邢老师出结果。 明树低头看着三具尸体, 眼神渐渐变身。 尸体中最左边的一具, 部分软组织已经变成泥浆状的灰色物质, 这是正在白骨化, 而另外两具的臀部腹部四肢则成黄色蜡纸样, 这是开始了湿蜡化进程。 中间那一具的死亡时间更早, 所以蜡化程度比最右那一具严重。 山中气温很低, 山洞中温度更低, 且潮湿, 尸体被抛制在这种环境中, 蜡化的可能性很高。 但为什么右边两具蜡化了, 而左边一具没有? 尸体是否蜡化, 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 是否暴露于空气中是其一, 周围环境是否阴冷潮湿是其二。 通常情况下, 埋藏于湿润泥土中, 或者直接抛在水中的肥胖尸体, 更容易蜡化, 但也不近人。 明树又看了看白骨化的尸体。 星哥, 这些尸体是死后立即被抛制在这里, 还是在经过一段时间后, 才被转移到这里? 我估计是死后立即抛制。 回答明树的是湘满。 你们进来之前, 我已经对这里进行过勘察, 这里至少已经有半年没来过人了, 土壤完好地保存着一个人的足迹, 而且只有这个人的足迹。 很明显, 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凶手。 星木也道。 从尸体的情况看, 我也觉得他们是死后不久就被放到了这里。 至于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下, 一具尸体白骨化, 而另外两具蜡化, 这和他们的自身原因和死亡时间有关。 明树蹲下来, 白骨化的这一句更瘦。 星木点点头。 现在我无法告诉你他们遇害的具体时间, 但大致时间还是能判断。 这具进入白骨化进程的尸体, 死亡时间在去年六月到七月。 夏季? 楚江下山云游就是夏季, 但夏季潮湿度应该更高啊。 但夏季山中的蚊虫也更多, 蚊虫会加速尸体的白骨化。 在对尸体如何发展的影响上, 蚊虫比温度湿度的影响更大。 山洞这种环境虽然容易让尸体蜡化, 但它们毕竟没有被埋入土壤中, 所以正常腐烂并不奇怪。 还有一点, 蜡化不蜡化和尸体的肥胖程度也有关。 明树想起此前看过的楚江、 长庆英、王禄三人的照片。 楚江很瘦, 而长庆英与王禄都较为肥胖。 这两具蜡化尸体的死亡时间要晚一些。 二号尸体是去年11月到12月, 三号尸体是今年3月。 这个时间段山中最为阴冷, 蚊虫绝迹。 再加上它们本就肥胖, 各种因素相互影响造成蜡化。 蜡化尸体你们都讨厌, 但对我们法医来说, 蜡化比白骨化可爱多了。 明树站起来。 因为蜡化的尸体上, 能保存更多线索吧? 对, 你看, 这两具尸体的胸腹、 手臂、 大腿、 还有颈部, 就有绳索束缚的痕迹。 方远航连忙忍着恶心凑过来看。 弄清楚同一环境中的尸体, 为什么两句蜡化、 一句白骨化之后, 明树便不再打脚醒目, 走去山洞外, 观察周围的情况。 这个山洞非常隐蔽, 只是粗略搜山的话, 不一定能找到。 凶手大概也是知道这一点, 所以在将尸体带到这里来之后, 不仅没有掩埋, 也没有处理掉自己的足迹。 尸体全部面朝下, 这是不是寓意着忏悔赎罪? 一人死于去年七月八月间, 一人死于去年十一月十二月间, 一人死于今年三月, 间隔在三个月到四个月。 但从今年三月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大半年, 凶手再无行动。 如果凶手是假扮亏尘的某海渊, 他在等什么? 三具尸体被带回刑侦局做解剖, 解剖之前, 刑目在尸体的贴身衣兜里, 发现了三张塑料纸, 上面分别写着色欲陷害不孝, 其对应的正好是疑似楚江的一号尸体, 和疑似长静英的二号尸体, 以及疑似王鹿的三号尸体。 楚江的尸德在于调戏寡妇, 间接导致寡妇自杀, 长静英的尸德在于极度优秀的后备, 在公司重要项目上错误引导后备, 间接导致后备跳楼, 而王鹿的尸德最为明显是不孝。 这三点除了不孝还未得到证实之外, 又全部与某海渊本人的尸德相对应。 明术将在物证袋里的塑料纸一一摆在桌上。 我的推断没有错, 某海渊就是在以杀害同罪者的方式为自己赎罪。 现在在海浸寺里的僧人, 除了刘岁与唐远, 全都是他以某种方式聚集的替罪羊。 他召集他们, 是为了让他们替自己去死。 他的下一个目标, 要么是殷晓峰, 要么是方平旭, 他们对应的都是暴力倾向。 山洞中的足迹, 来自这双雨靴。 肖满提着一个大号物针袋, 里面装着的是一双黑色雨靴, 雨靴看上去已经非常陈旧, 表面附着有大量的龟尘与泥浆。 雨靴, 是从海浸寺的仓库中找到, 从上面提取到的指纹, 与某海渊过去留在其经济公司里的指纹一致。 不久, 解剖结果与DNA比对结果出炉, 楚江, 长庆英, 王禄, 在出家之前, 都曾在公安系统中留下了个人信息, 经比对, 三具尸体正是属于他们三人。 刑目站在王禄的尸体侧面, 双手虚放在王禄头颅两侧, 做了个掰拧的动作。 三个人都是颈椎严重受损死亡, 从解剖结果, 以及留存在王禄, 长庆英头部的痕迹来看, 凶手是这样, 徒手拧断了他们的脖子。 某海渊习武几十年, 倒是有这样的身手, 而且站在他惩罚者赎罪者的角度, 有一个势必让死者痛苦的心理, 不过正面袭击, 这风险有点大。 星哥, 在山洞里你说, 浪化尸体上有捆绑痕迹, 是死前束缚, 还是死后束缚? 是死后, 综合他们身上的其他伤痕, 我判断, 凶手是在将他们杀害之后, 为了方便转移尸体, 才在他们身上套上绳索。 欢迎收听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行真纯爱小说剧《心狂》, 作者初和, 由周末、佩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265集, 他们有中毒迹象吗? 星木摇头, 明树走到星木跟前, 双手举起, 像星木刚才在楚江头上比划那样, 拢住了星木的头, 星木灯时浑身僵硬, 心脏狂跳。 领导, 你想干嘛? 有监控啊? 你在清醒状态中, 我站在你面前, 控制住了你的头, 你会反抗吗? 星木心想, 废话, 是个人都会反抗好吗? 可可, 可是我打不过你啊, 行木说着抓住了明树的手臂, 这是个发自本能的动作。 打得过打不过, 你都会挣扎, 这是人的求生本能, 就像你现在这样, 而我还没有用力, 如果我用力, 说着, 明树加重了手上的力道, 行木差点跳起来就是一脚, 明树迅速将他放开。 洗紧了啊, 金老师。 是你先洗紧? 行木委屈的脸都白了。 你练过的, 凭你那本事, 轻松就能把我头给拧下来。 对, 是我先洗紧。 这种面对面的姿势, 只要一个人处在清醒状态中, 怎么都会挣扎, 但他们身上并没有反抗痕迹, 也没有中毒迹象, 那就是在睡梦中被人拧断了脖子。 行木还陷在被袭击的紧张中, 愣了好一会儿, 忽然啊了一声。 啊, 不对, 不是在睡梦中, 是以跪着的姿势被杀害。 怎么得出这个结论? 我不是说过吗, 辣花的尸体更容易保存线索, 王禄和长青银膝盖部位 都有压伤。 领导, 他们死前没有被捆绑, 那就是自愿跪在凶手面前, 让凶手拧断他们的脖子。 明术闭上眼, 线索渐渐在脑中 描摹出案发式的情形, 周围安静地只剩下呼吸声, 行木等了会儿, 小声喊。 领导? 明术转过脸。 星哥, 我让你跪下来, 把头递到我手中, 你愿意吗? 行木闻眼眼皮直跳。 愿意个鬼啊, 我打不死你。 你不愿意, 没有人会愿意, 但是如果换一个人, 比如德高望重的僧人, 他让你跪下, 以双手碰触你头颅的方式, 洗清你的罪念, 你愿意吗? 啊? 我没罪念。 我打个比方而已, 也不一定是罪念, 不过但凡是人, 心中就必然藏有一些 不为外人知的事, 这些事有好有坏, 坏的是伴随终生的阴影, 你想除掉这些阴影吗? 行木懵懂得点头, 但片刻后又说。 那我也不跪, 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阴影。 对于普通人来说, 没有犯过罪, 没有做过特别适得的事, 那的确无需被一位僧人度化, 但楚江这三人, 曾经严重适得。 所以在窥沉, 不对, 在某海渊的劝说下, 他们主动跪了下来, 以为大师是要度化他们, 结果却被拧断了脖子? 行木一拳砸在手心。 通了, 尸体呈现出来的线索, 全解释清楚了。 明术在行木肩上拍了盘, 多亏行哥的事件分析, 行木想笑, 又憋着, 脸都给憋红了。 明术其实还有条分析 没跟行木说, 楚江这些人, 都是五六年前就来到海金寺, 但某海渊迟迟没有对他们动手, 直到去年才杀了第一个人。 时间拉得这么长, 让人无法不在意。 但从下跪这一点看, 某海渊是要他们主动跪下忏悔, 那么在这之前, 必然需要漫长的时间驯化他们。 早早被驯化的, 已经遇害, 而剩下的几人, 则是尚且没有被驯化。 楚开流岁和唐远, 楚信、英小峰、方平旭, 都是年轻人。 某海渊想像杀害楚江三人一般, 让他们辅诸, 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可难道, 这就是某海渊假装闭关的原因吗? 有没有可能是, 剩余者中的某人, 发现了某海渊的秘密, 先一步反杀? 目前某海渊行踪不明, 线索还无法被一把拧起来。 状案组搜查齐悦山时, 对某海渊的详细调查, 也在进行。 隐退之前, 某海渊在全国多个城市都购置有房产, 隐退之后, 这些房产大多变卖, 所得钱款, 几乎都捐赠给了青少年福利事业。 某海渊所做的这一切, 没有任何媒体报道, 若不是警方这回锁定了他, 也查不出这些陈年往事。 这人真矛盾, 善事是真的在做, 歹事也一见不差。 不是这个人真矛盾, 是绝大多数人都很矛盾, 程度不同罢了。 某海渊热中做慈善, 但他做的慈善只针对青少年, 从他雇佣父母, 并善待这对雇佣来的父母这一行为来看, 他过去应该是做过对不起亲生父母的事, 并因此后悔忏悔。 那正常情况下, 除了关爱青少年, 他还应该关心与他父母同龄的老人, 巨额资金全都投入青少年慈善事业, 这有点古怪。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线索。 肖玉安加入讨论。 行为反映心理, 虽然最近我们遇到了不少故意干扰警方判断的对手, 但某海渊做慈善是瞒着所有人, 换言之, 在做慈善这件事情上, 他无需伪装, 所以在他的这项行为里, 反映出的是他的真实心理。 方远航抓了下头发, 陷入苦思。 的确是真实心理, 但重要线索是指…… 将钱全部投入青少年福利体系, 说明这是某海渊急切的心理诉求, 这种诉求甚至超过了他对亲生父母的愧疚。 这一行为可能预示着某海渊的童年, 少年时代过得极为艰辛, 其留下的阴影一直伴随着他。 某海渊成名之前, 确实过得很糟糕, 萧玉安翻阅着打印出来的资料。 某海渊重点关注的是龙省, 其次是我们隔壁的韩省。 韩省好好理解, 这是他名义上的家乡, 但龙省呢? 龙省是边陲省份, 殷晓峰的家乡梁西镇就在龙省。 萧局, 你怀疑某海渊真正的故乡是龙省? 不排除这种可能, 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地 关心一个与他毫无关系的地方。 殷晓峰被某海渊带回海经寺, 那某海渊和他是怎么相识的? 在哪里相识? 是不是就是在龙省? 欢迎收听长沛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行真纯爱小说剧, 心狂, 作者初和, 由周末, 佩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266集, 审讯室在被问及如何与魁城相识时, 殷晓峰沉默了很久。 就在方远航以为他要沉默到底时, 他忽然抬起那双死气沉沉的眼。 魁城说啊, 带我去一个比医院还安静的地方。 医院指的是殷晓峰被警方解救之后, 待过数年的精神病院。 他的主治医生告诉过徐春, 殷晓峰厌恶吵闹的环境, 离开之后曾返回, 提出留在精神病院。 在哪里? 你是在哪里认识魁城? 就在梁西镇。 楚信与方平旭也挨个接手问讯。 楚信坚称自己是主动来到海禁寺修行, 和窥晨没有关系。 而方平旭也说, 在来到齐月山之前并未见过窥晨。 楚江三人已经死了, 但至少殷晓峰证实了我们的推测。 之前我也觉得挺习惯, 方平旭和殷晓峰都对应暴力倾向。 母海渊要赎罪, 只用杀死其中一人就行了, 没必要连杀两人。 明树一边听方远航分析, 一边看许春发回来的视频。 母海渊的慈善基金多用于福利院、中小学。 经查, 梁西镇有一座福利院, 几乎全靠母海渊的善款运转。 这座福利院里, 甚至挂有母海渊的照片。 类似慈善项目基本都是匿名, 母海渊的照片为什么会被挂在福利院? 他去过还是有渊源? 许春, 你在龙省去过别的寿主福利院或者学校, 有没有挂某海渊的照片? 没有, 而且除了这里, 院方都不清楚资助者是谁。 询问这座福利院所有的工作人员, 尤其是年纪较大的, 如果有人已经退休, 就去他们家中拜访。 这里这么特殊, 我怀疑牟海渊当年就是从这座福利院走出去。 这是我们的恩人。 一个小孩指着墙上的照片说。 我们都是他的孩子。 徐春注意到, 福利院里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毫不掩饰自己对牟海渊的敬仰。 在他们眼中, 这就是位大善人。 但问及这位大善人与福利院的渊源, 又没有人能说出什么来。 现任院长修春华五十来岁, 在福利院工作了二十多年, 只知道牟海渊和上一任院长好像有些交情。 修春华说, 照片是最近几年才挂的, 牟先生以前不让。 为什么不让? 可能是做善事不图被人知道吧, 牟先生好歹是个名人。 那现在你们怎么又把他的照片挂上了?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来过了, 孩子们想用自己的方式感谢他。 老院长现在…… 已经过世了。 老院长也许是最后一个了解牟海渊的人, 一旦去世, 很多秘密就等于被带进了坟墓。 徐春不肯放弃, 还是赶到了老院长的家中。 老院长的老伴姓陈, 七十来岁了, 神志还算清醒。 老院长家中的柜子上摆着好几个相框, 这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从多张全家符就能看出来。 但在这些全家符里, 竟然还有一张牟海渊与两位老人的合影。 海渊是我们的朋友。 老人干枯的手拿过相框, 细细抚摸。 他没有忘记我们。 徐春一听这句话, 就明白老人一定知道些什么。 老人对警察丝毫不设防, 道出了几十年前, 发生在他, 他的老伴李柳兰, 还有某海渊, 以及许多孩子身上的事。 即便是现在, 梁西镇也不富裕, 更别说几十年前了。 冬天, 穷得揭不开锅的木甲, 诞生了一对双胞胎, 取名牧海渊, 牧海风。 那个时候, 也没有上户口这种说法。 两个小孩和镇里其他同龄孩子一起, 一天天地长大。 整个镇子都穷, 父母们将口粮审下来, 留给孩子。 但即便是这样, 还是难以糊口。 牧家两兄弟长到五六岁时, 弟弟穷海风被送给了外地人。 靠着外地人给的钱和粮, 牧家三口没有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冻死。 开春后, 牧海渊跟一同长大的伙伴说, 自己想出去闯荡, 要把弟弟找回来, 将来还要让父母摆脱这般贫穷的生活。 我伴们七嘴八舌, 有说要当军人, 有说要当科学家, 只有牧海渊说, 自己要赚钱, 要发财。 李柳兰说, 那你可不能忘了我们, 我们小时候受苦, 但我希望将来出生在这里的小孩不要受苦。 我要建议做爱心屋, 谁家孩子吃不起饭, 就来我的爱心屋吃。 海渊, 你有钱了, 可不可以捐赠一些给我的爱心屋? 牧海渊郑重地点头。 嗯, 我要所有的小孩都能吃上饭。 李柳兰就是后来的福利院院长, 而牧海渊就是后来的牧海渊。 海渊改了名字, 第一次回来时, 我和柳兰都认不得他了。 那时福利院刚建起来, 哪里都需要钱。 海渊说, 他回来兑现儿时的承诺。 牧海渊是怎么成为牧海渊, 老人并未说清, 但徐川已经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轮廓, 赶在老人还没有疲惫地说不出话之前问。 牧海渊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早就没了。 海渊十来岁离开, 后来镇子里遭了饥荒, 大人们将食物让给我们这些小孩。 那年呢, 饿死了很多人呢。 海渊的母亲 就是那时候死的, 他的父亲 也没有等到他一景还乡呢。 东叶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楚灿涉嫌谋杀, 非法拘禁, 毁失一案, 正在开庭审理。 法官并未当庭宣判, 坐在旁听席上的洛毅站起来, 目光正好与楚灿相交。 楚灿眼中凶光毕露, 而洛毅眼中, 只有不加掩饰的鄙夷。 离开法院之后, 洛毅拨了一个电话, 对方不知说了什么, 洛毅咬牙道, 他们要把楚心关到什么时候? 梁溪镇外的土葬墓群里, 有一座双人墓, 和谋情之与何英华那高价买来的墓相比, 这座年岁更久的墓, 看上去更有人气。 老人在墓前插着粗香细香, 一边烧纸, 一边告诉徐春, 海渊的亲生父母就葬在这里, 他过去啊, 每年都回来扫墓的, 很久没来过了, 刘兰在世时, 时常帮他来看看, 刘兰走了, 就由我来。 刘兰的亲生父母, 一个死于饥荒, 当时某海渊才十来岁, 一个死于某海渊成名之前, 两人都没有看到某海渊成才。 方远航李丸徐春发回来的线索, 感慨道。 难怪后来某海渊对靖孝这么执着, 没有亲生父母, 创造条件也要孝敬父母。 明树却摇头, 他不是对靖孝执着, 他是对成为孝子执着, 这有区别吗? 当然有, 你说的靖孝, 是他真心实意孝顺父母, 而成为孝子, 是他做给外界看。 几十年前武打片火爆, 某海渊的长相打法都说不上有特点, 相应的, 他的人气也说不上多望, 他必须给自己打造一个有别于他人的特点, 于是选择了孝顺, 从某情之和何英华在别墅里的生活就能看出来, 他所做的一切, 表演的成分更多。 这倒是, 某海渊一个将自己的错误, 清算在别人身上的人, 还谈什么孝道? 他最在意的, 恐怕是他小时候的困窘, 他最可怜的是小时候的自己, 所以才会在富有之后做青少年慈善。 欢迎收听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行真纯爱小说剧, 心狂, 作者初和, 由周末, 佩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267集, 民术沉默了好一阵, 义飞说, 小明? 现在某海渊的背景清晰了, 他的动机也明确了, 但是他人呢? 我们的推断再接近事实, 找不到人也没用。 文言, 义飞右拳抵住唇, 这确实是现在最麻烦的问题, 很多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未侦破的案子, 就是这样, 线索有了, 证据也有了, 精确锁定了嫌疑人, 但是无论怎么找, 都找不到嫌疑人。 有的案子则是, 终于找到了嫌疑人, 但是嫌疑人已经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死亡。 重案组手上的两桩案子, 都面临相同的问题。 民术靠在椅背里, 闭着眼睛说, 秦英二十一年前被窥臣所救, 秦家于他而言, 有不可不报之仇, 但反过来, 窥臣对他来说, 应当有不可不报之恩, 对仇恨越执着的人, 对别人给予的恩惠, 也会越紧急于心。 秦英, 说着, 民术忽然睁开眼, 如果杀害五缸八四人的就是秦英, 那么在他复仇之前或者之后, 他起码应该到齐悦山上去看一看窥臣, 以及当年照顾过他的僧人。 但是很有可能暴露他自己。 不至于, 齐悦山龙城路, 八杆子打不着的两个地方, 怎么暴露? 如果齐悦山风平浪静, 我们再怎么查五缸八的案子, 也查不到齐悦山去。 可秦英没有必要去见魁臣啊, 当年救他的魁臣不是已经死了吗? 不对, 当年的魁臣已经死亡, 现在的魁臣, 是某海员假扮, 但秦英不一定知道, 所以他还是会上人拜访。 明树抄起手, 簇眉看着方远航, 方远航被看得发毛。 是吗? 假设, 不只是假设, 明树翻开笔记本, 迅速在上面图写。 秦英返回冬夜市复仇, 他的目标是秦雄一家, 但在复仇之前, 他想去看看与他有救命之恩的僧人, 于是他去到海靖寺, 发现照顾过他的胡承仪已经离开, 而魁臣大师, 不再是他记忆中的恩人, 他会怎么做? 以一个复仇者的思路去想, 秦英会观察魁臣大师, 分析蛛丝马迹, 最后, 最后发现, 魁臣大师已经被调包了。 我靠, 那当秦英发现真相, 他岂不是会很愤怒? 他会不会逼问某海员, 魁臣大师到哪里去了? 秦英可能会杀掉假的魁臣。 其实, 按照某海员所谓的赎罪逻辑, 他应该是在山上将被他召集来的僧人杀光, 然后找个什么理由离开, 但他六夜就闭关, 一闭关就消失, 此后也没有杀掉海靖寺的任何一人, 这等于是, 他还没有十万罪, 就逃走了。 我本来认为, 某海员暂缓赎罪, 以闭关为借口消失的原因是, 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像杀害楚江三人一样杀死殷晓峰或者方平序, 所以先离开, 另想一种手段。 但现在多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他发现自己可能被盯上了, 所以不得不离开。 那我现在是不是该再审一回寺里的僧人? 吴承宜说, 秦英离开后再也没有回过海靖寺, 但他知道的是三年前的事, 秦英如果今年或者去年到过海靖寺呢? 当然要审, 明术将笔啪一声扣在笔记本上, 这次着重沈楚信。 楚信? 他的身上没有某海员的任何一条特质, 他会在海靖寺出家只是巧合。 我赞同小明, 对最近这一篇串案子的侦查, 我们都因为各种原因而失乎属性, 将他放在一个可查可不查的位置, 最早是因为他是处事的人, 背景调查初步做下来, 他得一点最少, 后来又因为他和某海员的罪行对不上号, 可查到现在, 说实话, 我已经感到查无可查, 基本是撞进死胡同了, 那楚信这个人, 就必须好好摸一摸。 他看起来是最没动机的, 但当其他该排除的都已经排除了, 剩下的就只有他。 心脏手术, 楚信七年前做过心脏手术, 国内不是没有最顶尖的医疗团队, 楚家为什么要安排他去国外动植上手术? 手术前后, 是不是有什么不能让人知晓的事? 方远航带着提前拟定的问题, 接连审问刘遂、 唐远、 殷晓峰、 方平旭、 楚信。 吴仁君表示, 最近两三年山中游客大增, 所以入寺烧香的人也跟着增多, 很多游客即便不烧香, 也会大咧咧地冲入四中。 要问这些人里有没有比较特殊的, 比如见过盔尘多次面, 比如打听过盔尘的情况, 每个人都说没有注意到。 唐远和刘遂当年见过静莹, 连他们都没有印象。 小志南, 你不会是被我迷住了吧? 怎么隔三差五的, 就来找我聊天啊。 楚信仍旧像以前一样, 唇角眼烧挂着不正经的笑。 你来见我就见我, 找我打听别的男人, 我就不乐意了。 对了, 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你师父呢? 那行, 我不打听别人, 我就打听你。 方远航泰然楚之, 楚信挑眉, 眼神有极轻微的改变。 你为什么出家? 小志南, 这问题我回答过你很多遍了, 我该享受的荣华富贵, 已经享受过了, 该睡的俊男美女也都睡过了, 忽然就觉得呀, 这一切都是虚妄, 于是, 就进山当了个花和尚, 这很奇怪吗? 对我这种该睡的俊男美女, 一个没睡过的人来说, 是很奇怪。 楚信大约是没想到方远航会这么说, 笑容轻轻一浆。 方远航没有放过这个细节, 又等。 如果你说你出家是因为心脏不太好, 所以懒得和楚灵雄那些儿子们争斗, 倒是更能说服我。 说完这句话, 方远航就停了下来, 认真地看着楚信的眼睛, 而楚信竟然没有像往常那样调戏他。 这是为什么呢? 你明明有更能说服人的理由, 却非要说什么看破红尘。 楚信, 需不需要我提醒你, 你已经被牵涉进一桩重要案件, 你所说的话不仅是协助我们警方, 也是为你自己洗心嫌疑。 如果我是你, 我一定会选择更让人信服的说辞。 楚信半眯着眼,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在他开口之前, 方远航忽然意味深长地说, 你说看破红尘, 却不提心脏, 我是否可以认为, 你不敢提到你七年前做的那次心脏手术? 楚信眼尾一下子撑开, 瞳孔的光亮渐渐缩小。 方远航与他打过太多次交道, 确定这是他情绪变动最大的一次。 真也许扎对了地方。 欢迎收听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行真纯爱小说剧, 心狂, 作者初和, 由周末, 佩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268集 不过两秒之后, 楚信又恢复到之前的吊儿郎当。 你这个是强盗逻辑。 说着, 楚信在自己的心脏位置点了点。 在你这儿已经把我判定成嫌疑人了。 你认为我知道我自己有罪, 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应该竭尽所能为自己掩饰, 为自己脱罪。 比起看破红尘, 我更应该告诉你我的心脏有问题。 这个听上去更可信。 方远航皱起眉头。 但我知道我没罪啊。 我根本不在意你们的可信还是不可信。 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我不怕你们查。 你们越是查就越能发现, 我, 楚信, 就是那么清白。 方远航被对了这一通, 心情有些复杂, 不禁暗自思考。 如果坐在自己这张椅子上的是明术, 明术会怎么办? 是被对得哑口无言, 还是反对回去? 还是? 都不会。 方远航心中忽然沉下一口气, 明术既不会被对得哑口无言, 也不会反对回去, 因为这不是一场成口舌之快的辩论。 刑警的职责, 是从被审讯者的话里找出破绽, 找出线索。 怎么? 小植男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还是对你的心脏手术感兴趣。 心绪平复, 方远航的思路也跟着清晰起来。 方不方便告诉我, 你去国外做心脏手术的原因是什么? 楚信的笑像是凝固在了脸上, 看上去如一张虚假的面具。 几秒钟后, 楚信说道, 这个呢, 是我的隐私, 你们无权过问。 方远航没有逼问, 只是慢悠悠地说。 隐私? 这招不进反退, 似乎让楚信陷入不安。 片刻后, 楚信说, 我做心脏手术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难道你们认为, 现在的案子和我的心脏手术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我现在无法判断。 毕竟, 你还什么都没说? 楚信的右手俯上左手手臂, 手背上的轻轻隐隐浮现。 你实在不愿意说也没什么。 我们专案组有别于其他中队的原因就是, 我们想了解的任何真相, 最后都能查到一切二处。 离开审讯室时, 方远航看到了楚信眼中浓重的暗色, 这让他感到, 楚信之前的轻浮漫不经心, 全是伪装。 楚信与警方的往来, 自然引发楚事的关注, 不过这关注里有多少是真心, 有多少是看好戏, 还没个定数。 最近出入行侦局的楚家人及关系者不少, 明术一般不会亲自应付, 但这次来的是楚经的秘书, 水勋。 楚灿涉嫌谋杀, 曾经只认是水勋帮他毁尸, 不过因为始终没有证据, 警方并不能抓捕水勋。 对这位集市电视剧中斯文败类的秘书, 明术有几分兴趣。 我知道我现在来打搅你们很不妥当, 不过楚先生给我下了命令, 我总归得跑一趟。 楚信出家也有好几年了, 突然被卷入案子, 对楚先生来说实在是有些麻烦。 明术将水勋打量一番, 假装听不懂。 你是想问我, 楚信的嫌疑是否已经洗清? 案子的细节我当然不应该问, 不过…… 知道不该问就好, 楚信是楚信, 楚氏是楚氏。 楚信不仅出了家, 还告诉我, 他一个念佛的僧人, 早就和你们楚氏无关了。 水勋一边眉梢调起。 别跟我耍花招, 暗子一天未破, 楚信就一天在我们的监控之下。 水勋牵起唇角, 这笑容毫无温度。 明术脑中忽然一转, 豪门不能用普通家庭的思路去思考。 一个人如果来自普通家庭, 当他被卷入一桩案件, 他的家人到局里打探消息, 几乎都是因为担心他。 可同样的是如果发生在豪门, 他的家人打探他的消息, 费尽心思想从警方处得知些什么, 也许是害怕他吐露对家族不利的事, 害怕自己被牵连。 还有一种可能是, 当他一直处于警方的视线下, 别人就不能将他怎么样。 假使现在有人想害楚信, 也无法动手。 楚信以滋干堕落的方式避逝, 是否也有逃避祸断的因素。 明树又观察了水勋一会儿, 这人不愧是豪门总裁的秘书, 神情上几乎没有破绽, 碰了一鼻子灰, 仍然维持着优雅与谦逊。 明树冷不定问, 楚信如果脱离警方的先控, 你们会对他做什么? 水勋推了下眼镜。 这问题我就不懂了, 楚先生和楚信是家人, 更是一同长大的堂兄弟, 我们怎么会对他做什么? 这时, 有队员在外面喊了声明队, 明树起身, 冲水勋笑了笑。 回去吧, 这里没有你想知道的消息。 喊明树的是重案组的刑警, 但真正叫明树的却是肖玉安。 已经是需要开空调的季节, 明树总觉得肖玉安的办公室比重案组冷。 临省有两庄案子。 肖玉安将一叠文件放在明树面前。 你先看看。 明树结果, 翻开看了几分钟, 略感不解。 韩省和周省的案子, 且不说隔壁省的案子轮不到冬夜市馆, 就算需要合作, 这实际也不对。 重案组现在正在处理两庄棘手案件, 拿方远航的话来说, 就是脑袋都要炸了, 根本无力再去协助隔壁省查案。 肖玉安不急着解释。 你先看, 看完给我说出你的想法。 若是换一个人说这种话, 明树会直接撂文件走人, 但他面前的是肖玉安。 肖玉安虽然有时兴致来了会逗他, 但对案子从来不开玩笑, 这时让他了解看似无关的案子, 必然是有要紧事。 明树点头, 专注于案卷。 第一个案子, 两年前, 韩省仅次于洛城的第二大城市洪城, 发生了一起恶心案件。 凶手至今没有落网, 并且洪城市局一直没能给出一个调查方向。 被害者是一个四口之家, 男主人名叫曹丰怀, 37岁, 女主人名叫丘琳, 21岁。 家中的两个孩子, 大的六岁, 小的四岁, 都是曹丰怀和前妻所生。 曹丰怀的父亲曹璇是位企业家, 年轻时白手起家心情耕耘, 后来搭上政策的顺风车, 家族企业在十多年内做大做强, 在洪城, 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曹丰怀从小没有吃过苦, 是很多人眼中的小开, 不务正业, 热衷与各种女人交往。 三十岁的时候, 和一位肚子被搞大的女人结婚, 婚后仍旧流连夜店, 从不消停。 女人给她生了大女儿和小儿子, 后来离婚时, 从曹家分到了一笔巨额赔偿金。 曹丰怀的第二任妻子, 秋玲, 是个卖化妆品的贵姐, 年轻貌美, 可惜结婚不到一年, 就在家中惨死。 欢迎收听 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 行真纯爱小说剧 心狂 作者 初和 由周末 佩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二百六十九集 从线上记录 以及尸件记录来看, 曹家四口死状凄惨, 秋玲的乳房被割下, 身上被力气划得几无顽肤, 那张搅好的脸 也被毁坏。 曹丰怀更惨, 全身的皮几乎被铁刷子挂了下来, 一条一条地挂在身上。 凝树越看眉心灵的月景, 曹丰怀秋玲的死状, 与秦雄黄慧有相似之处。 最让人在意的是, 黄慧的乳房也被割了下来。 凶手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而曹家别墅附近的监控 也没有拍到可疑者。 这个人就像鬼魅一般来到曹家, 得手之后又如鬼魅一般离开。 曹丰怀是曹玄最宠爱的儿子, 得知曹丰怀惨死, 曹玄立即向警方施压, 要求尽快找到凶手。 红城市局成立了专案组, 在曹丰怀的人际网络中寻找突破口。 凶手如此狠毒, 仇杀的可能性最高, 但警方查遍了可能杀害曹丰怀的人, 都未能找到证据。 嫌疑最大的, 无疑是曹丰怀的前妻, 西小天。 在曹丰怀四人遇害之前, 他就曾多次骚扰丘陵, 扬言总有一天要杀了丘陵, 并将这贱人的一对奶子挂在阳台上工人瞻仰。 但在法医确定的死亡时间内, 西小天却又不在场证明, 后续调查又找不到他买凶的证据。 去年, 曹玄中风瘫痪, 大女儿和二儿子争权夺利, 而曹丰怀的案子在没有线索的情况下, 渐渐从热案变成了悬案。 目前红城警方表面上虽然还是在查这个案子, 但实际上却已经松懈。 第二个案子, 一年前, 州省静立市的一位退休御警, 龚国珍, 惨死家主, 一同遇害的还有他的妻子孔月, 以及当时与他们住在一起的外孙。 这些案子与上一级案子相似, 孔月的一边乳房也被割了下来, 身体被力气划出无数道伤口, 但龚国珍的皮肤没有被铁刷子刮, 凶手用钝器, 敲碎了他全身的骨头。 静立市是一座小城市, 监控系统本就不完善, 龚国珍家所在的小区又是个老小区, 监控更是无从查起。 后来的人际关系排查显示, 龚国珍当了一辈子狱警, 得罪过数不清的囚犯, 要说动机, 这些人都有动机。 在龚国珍遇害之后, 从同一座监狱退休的另一名警察, 前夕也在家中身亡, 凶手刘晨没过多久就被抓获, 他承认杀害前夕是因为当年在狱中遭受前夕等狱警虐待, 出来要挨个杀完, 并坚称, 龚国珍也是被他杀害。 这一说法并没有被警方采信, 静立室的警方还是认为, 杀害龚国珍一家的另有其人。 明树放下案卷, 起身走了几步。 从地理位置上看, 州省在冬夜市与寒省以北都是相邻的关系, 从割下乳房这一点看, 曹丰怀一家, 龚国珍一家, 秦雄一家的案子, 像出自同一人之手, 但这三家人至少在目前没有任何关系。 明树思考许久之后, 终于开口。 从我们这边的线索判断, 秦雄一家是死于秦英的报复, 那如果这三起案子并案, 就说明曹丰怀一家, 龚国珍一家也死于秦英的报复。 前年, 去年, 今年, 秦英一年屠杀一家, 秦家是不是终点? 我在龚国珍供职的监狱得到一个线索, 七年前, 一位名叫白鹰的犯人成功越狱, 至今不知所踪。 白鹰, 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 但这个普通的名字, 顷刻间抓住了民数的神经。 秦英当年在海敬寺获救时, 始终不说自己姓秦, 而秦英名义上的养母, 名叫白虹。 离开海敬寺之后, 秦英给自己改名叫白鹰了吗? 这是静力市第二监狱提供的白鹰资料。 肖玉安点了点桌上早已拆开的封袋, 明树将资料抽出来,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白鹰的照片, 那是一张比大多数男人都清秀的脸, 双眼炯炯有神, 根本不像一名囚犯。 明树立即将手机中保存着的秦英照片调出来, 左右对比, 沉生说道, 白鹰就是秦英。 对, 白鹰十二年前, 您故意伤害这人死亡, 祸刑十四年。 这张照片拍摄于十二年前, 他当时的年龄是二十五岁, 相貌与十六岁时没有太大的差别。 复兴五年之后, 也就是三十岁的时候, 白鹰岳狱离开, 至今不知所作。 岳狱常见于影视文学作品中, 但现实里, 岳狱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事。 一来监狱自有一套管理体系, 再凶残的犯人在里面, 都会被管服。 二来就算是跑出去了, 也只能过一辈子担惊受怕, 四处躲藏的生活。 极少数犯人会选择越狱。 奇怪, 故意伤害致死被判十四年, 已经算轻判了。 白鹰服了五年行, 态度端正, 积极改造的话, 也许无需待满十四年就能出去。 他犯不着冒险越狱啊。 白鹰服刑时的表现怎么样? 暂时不知道, 白鹰在监狱里的情况, 还有犯罪的具体细节, 需要你去安排核实。 可以肯定的是, 当地警方在查 龚国珍一家惨死的案子时, 并没有联想到白鹰越狱这个点。 怎么会呢? 囚犯越狱, 不管在哪里都是该严查重查的事, 龚国珍死在白鹰越狱之后, 侦查的重点, 就应当是囚犯报复。 但据预警说, 龚国珍一直很照顾这位犯人, 白鹰没有报复龚国珍的动机。 明术眉心拧得更深, 几乎是一瞬间就有了判断。 制作监狱有问题, 萧玉安点头。 我现在了解到的只是表象和皮毛, 毕竟我们的人还没有过去。 相似的现场发生在三座城市, 龚国珍一家, 曹峰怀一家, 秦雄一家必然有关系。 就我们冬月市的线索来看, 这个关系存在于秦英, 也就是越狱的白鹰身上。 不过, 另外两种案子说不定就能够提供别的思路。 我现在就去尽力市。 但这案子不归我们管, 跟当地警方沟通好了吗? 萧玉安看一眼时间。 沟通的事由特别行动队去处理, 你准备一下, 直接去尽力市与他们会合。 跨省查案向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省与省事与市之间消息不一定互通, 而且各有各的关系网络, 这也是一些流窜型连环凶杀案, 迟迟难以侦破的原因之一。 不过特别行动队出马的话, 问题就好解决得多。 明树和易飞赶往近立市, 一下飞机就上了特别行动队的警车。 哈喽,明树哥, 又见面了。 副驾上坐了位眼睛很大, 头发很短的年轻人, 那经济神一看就是特别行动队的队员, 但却不像正在开车的队员一样穿着警服, 而是穿了件明亮的黄色外套。 明树给易飞介绍, 乐然, 叫他乐乐也行, 特别行动队里最能打的一位。 易飞冲乐然笑道, 你好。 欢迎收听常配文学授权, 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行真纯爱小说剧《心狂》, 作者初和, 由周末、佩音青山等领衔出演。 第二百七十集, 一顿好啊, 乐然与易飞一击上, 露出八颗小白牙。 神队也来了。 寻歌在市局呢, 哎对了, 这个白鹰以前是个黑户, 你们知道吗? 他小时候在冬夜就一直是黑户。 我们现在了解的是啊, 这个白鹰十八岁时在静力市上了户口, 帮助他上户口的是一户姓乔的人家。 有了身份之后呢, 白鹰还是住在乔家, 因为没有角力也没有关系, 只能做一些收入比较低的工作。 在二十五岁以涉嫌故意伤人之前, 他在一家海鲜店打杂。 明树在飞机上已经看过白鹰伤人的始末。 十二年前, 静力市有一家名气极大的海鲜店, 名叫洪庄。 洪庄这名字与海鲜店本身并不搭, 他指的是海鲜店老板周涵出众的外表。 当年静力市一直有传闻, 有说周涵被富商包养, 有说哪家的富二代与哪家的全二代为周涵争风吃醋。 八卦注上了洪庄的火爆, 白鹰就是在洪庄二店开业时进去当了民杂工。 半年后, 洪庄二店的包厢里发生了一起命案, 二十八岁的私企老板张龙被尖刀捅穿肺部, 虽然医院全力抢救, 但仍然没有将人救过来。 刀上的指纹, 现场的血足迹证明, 当时进入包厢并与张龙发生争执的白鹰就是凶手。 白鹰认罪态度良好, 称自己是在受到张龙百般刁难之后, 一时冲动与张龙动手, 失手将锄刀捅入张龙的身体。 现场的打斗痕迹和白鹰身上的伤证实了白鹰的话。 最终, 白鹰因故意伤人致死, 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 于静力市第二监狱服刑。 案件似乎很清晰, 没有疑点, 可白鹰越狱, 却构成了最大的疑点。 静力市局行侦支队, 名书一行人赶到时, 审询正在与一位头发花白的警察说话。 名队来了。 审询审去客道, 直接道, 这位是当时负责侦办白鹰案的陈鹤, 陈队长。 白鹰案只是个小案子, 而静力市也只是个小城市, 当地警察过去从来没有和特别行动对合作过。 审讯一到, 市局上上下下都显得十分紧张。 陈鹤更是如此。 他在公安系统里工作了几十年, 从街道片警干起, 后来升到了分局刑警中队, 办了些不痛不痒的案子。 被提拔到市局行侦支队, 是前年的事。 但因为年纪大了, 他已经不再奔波在一线, 平时做的都是些后勤行政工作。 特别行动队一来就问他十二年前的白鹰案, 一种巨大的恐慌笼罩着他。 难道是那个案子出了错? 陈队, 你别紧张。 我们只是想弄清楚, 当年发生在白鹰身上的事。 白鹰在二间服刑期间越狱, 这件事你知道吗? 我还参与过调查。 陈鹤点头, 明书问他。 就你对白鹰的了解, 他越狱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我…… 陈鹤脸上的皱纹抖了下, 半天才到。 我对他能有什么了解呀? 明书眼神顿变, 一名称职的行刑, 绝不该说出这样的话。 若要问谁最了解一个杀人犯, 那明书的答案绝对是, 追踪抓捕他的警察。 明书自己就非常了解调查过的那些嫌疑人, 因为若是没有了解到极致, 就根本找不到某些嫌疑人的破绽。 当然, 不是所有刑警都能做到这一点。 那先说说, 你们当年查白鹰暗示的情况吧。 我想听的是细节, 还有你们就线所做出的分析, 而不是案件上的那些内容。 陈鹤与明书对视片刻, 闭开了眼。 这个案子证据比较充足, 白鹰也认罪, 我们就没有上报会市局。 现在你让我说细节, 我真的想不起太多, 因为侦查中就没遇到什么难点。 这种案子, 我们一年不知道要办多少去。 你刚才说, 你参与了白鹰月狱的侦查, 那对白鹰复兴时的情况, 你应该很清楚吧。 陈鹤这回点了点头。 我听狱警说, 他一直认真接受改造, 从来没有在监狱里闹出什么事端, 唯一的一件事, 也是别人欺负他。 是什么事? 和白鹰关在一起的都是大老粗, 白鹰一个白净清秀的男人, 可能经历什么? 不用我说, 你们也能想到吧? 他被侵犯了? 这倒没有, 狱警及时赶到, 把白鹰救了下来。 白鹰在监狱里老实, 勤劳, 听话, 狱警多多少少给他开了些绿灯, 比较照顾他。 后来类似的事呢, 也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了。 我们去调查白鹰月狱时, 从犯人那儿听说, 他们有的人管白鹰叫二间亲儿子。 龚国珍也是照顾他的狱警之一。 听见龚国珍这个名字, 陈鹤脸色一变, 嫩嫩地点头。 龚国珍一家惨死, 这案子一日不破, 悬在静力士上空的阴影, 就一日难散。 遇害的是狱警, 嫌疑人多半是某位心中有恨的犯人, 同为长期与犯罪分子打交道的刑警特警, 难免将自己带入其中。 我其实, 陈鹤看了明书和沈君一眼, 欲言又止, 沈君说道, 陈队, 你有任何想法, 都告诉我们。 陈鹤低头沉默了许久, 我其实真的没想通, 白鹤为什么要越狱, 他实在是不像个会越狱的人, 他在二间待了五年多, 一直本本愤愤的, 当初他认罪态度那么好, 也是为了争取清盘, 十四年有期徒刑, 照他的表现最后根本待不到十四年, 出来也就三十来岁, 还可以正大光明地重新做人, 但是他跑了, 这辈子就等于毁了。 明书本以为见到当年侦查白鹰案的警察, 线索会清晰很多, 但陈鹤提供的信息太少, 明书与沈寻一番商量, 决定亲自去静立室二间, 亦非则留下来调查白鹰的家人。 他们想不通白鹰为什么越狱, 我就想得通吗? 狱警黄小春翻着过去的档案。 照我说, 这里谁越狱, 都没有白鹰越狱奇怪, 真的是一点征兆都没有, 人突然就不见了。 白鹰越狱之前还跟我聊过 他自个儿出狱后的打算, 说是想旁个铺子下来, 做点小买卖。 正是因为谁都没有想到, 白鹰这样一个模范犯人会越狱, 当时整个二间手忙脚乱, 未能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后来尽管出动了市局特警, 也还是没能将人给找回来。 白鹰越狱时, 龚国珍就在当值的狱警之中, 调查记录显示, 事发后所有当值狱警都接受过问讯, 均表示, 白鹰当天没有异常, 可一个大活人, 平白无故从戒备森严的监狱消失, 又怎么可能毫无异常, 一定是有人在撒谎。 报告是在这里帮 Honor 尽速地中心 slic在 ard挺早Й学看看的 meat和牛型 doe, 感谢观看